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发室已经完成了第一道工序 这个时候的理发室脑袋当中全都是小学放染头后的样子 而虽然呢 也想要眼头 一发是果断地拒绝了它 你这两个眼我拔我拔我窝里面全打开 下来再盯着它 对对 给它走完比啥的强 现在这个步骤呢 是在做褪色 我理解的意思是 这个步骤做完之后 再染其他的颜色会更好地上色 保持的时间呢 也会更长 后面在上色阶段 经过大家的一致讨论 还是认为呢 这个红色比较讨喜 所以呢 就跟小学放上了红色 红色这么一上 果然呢也引人注目 这不嘛 吸引过来一个大爷 大爷这一提议 我们就照做了 毕竟啊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处理完尾巴的问题 该处理头上的问题了 他来一人手还整不了他呢 还不行 你再给他刺的呀 吃我的 吃我的手 对不起啊 小学份这一激动呢 就代表有问题了 于是呢 给他整了点水喝 喝完这个水 特老实了 我们继续行动 像博士似的 黄头 脑袋上和重毛的颜色确定了 接下来是尾巴的颜色了 由于实验的关系 今天咱们就先到这里 明天继续 在中午休息阶段呢 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大家对艾玛小圈放都非常的好奇 美男 你俩这么漂亮呢 美男 我小夫妻子 我都引你怀孩子呢 那今天吃饱不吃了 吃饱不吃 还用吗 还用不吃 买女人用不吃饱了 买女人用不吃饱了 真啊 太美了 这么老吃 你搞傻了 买个女人用不吃饱了 我们吃饱了 你们没听懂 我们没听懂 中场休息结束 开始主攻小圈饭的尾巴 礼发室呢 给他用了好几种颜色 简单来说呢 这是一条彩虹味 热娃一定非常的瓦山 远处的小马十分的好奇 毕竟给马远头和这种事 不是什么动物都能遇见的 此时的小马呢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因为它正在拽心直直的舔我的胳膊 因为它的草料吃完了 只能用这种方式让它冷静下来 在一个小时之后 彩虹味初步行场 之后就进入了收尾工作 把该吹干的地方吹干 整体花费时间大概是五个小时左右 给小圈缝绣完发型 我们也就该回家了 在离上车之前 小圈缝尿尿了 尿了 谢谢你啊 就这样呢 在众人的护送之下 我们顺利的上了车 开始回家 但小圈缝呢 却一直没有闲着 这一路上呢 小圈缝一直在舔我的后脑 让我非常的苦恼 回家吸一头吧 你看他刚才 然后就舔 这么舔 然后说 他不愿意不平吗 然后就愿意不平 一下那个鼻子站你头上 然后咔一站 他一踩去 然后一个年线 呃 拉这么长 我一过去 正好我再吃东西 往那边一看 我都恶心死了 刚到家里小圈缝 一直往前冲 他可能是又饿了 关于染头 在给小圈缝染发之前呢 我真的是问过了 然后也确认了没有什么问题 并且他还发给了我一个 他客户给马染头的视频 看完之后呢 我觉得十分的漂亮 就想给小圈缝试一试 在染的时候呢 理发师也怕染头发 对小马有危害 全部都没有贴根染 只染了毛发的部分 染完之后 我就迫不及待的 想让小圈缝跑起来 看一看效果如何 最后呢 还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真的比任何人 都在意他的健康 因为他真的很贵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我真的说不了 金钱和情感的双重大忌 自从买了艾玛小圈缝之后 狗子们的放风时间 变得非常的无趣 除了门 他们几个就往后院跑 为什么要去后院 当然是因为小圈缝在后院 放他们出来之前呢 我已经把艾玛小圈缝 碾到了屋内的马卷 但他们呢 还是不失信 后来我把狗子们都撵出去了 把门灌上了 我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没想到的是 他们跑了一圈之后 又回到了室外的马卷 我赶过来呢 我都诧异了 咋进去了呢 小孩 挡多颜色 就在我说完这句话 小孩为我表演了 搞这 过了 阿尔玛一想过去 但是不知道为啥 他没有跳过去 其他狗根本就没有跳过去的欲望 这个时候的小孩呢 隔着拨离 开始看嘛 第二天 我这个人呢 不是一个青年放弃的眼儿 所以今天呢 我拍出了这名大将 就是我新买的玩具车 让他去勾引狗子们 别老跑过去看嘛 刚出场 玩具车非常给力 成功呢 卸了小孩的注意力 接下来呢 就从来没有这么丢眼过 狗子们是震不拿玩具车当回事啊 后来直接演变场 狗子们在前面跑 我控制着玩具车在后面追 然后呢 操作不到 直接撞树苗上了 我非常清醒的 意识到一个问题 玩具车对他们来说 震得一点卸力都没有 很快呢 他们又集体去卡马了 当然这其中最记忆的 就是小孩 也是时候 让小孩和小马 再见一面了 省得那一出去玩 只想着卡小马 都不玩了 小孩 人家见下面吧 要不你老记动 看一看吧 害怕 小马害怕 他是不是就咬了啊 这也是咱俩的啊 他说都不出去玩 来 出来就在那领长 就在这都给人看他 都给人看嘛 我其实安慰安慰小马 没想到呢 他咬了我一口 然后我就看见 小哈呢 在这块偷得吃 小学坊的爸爸 我现在呀 也是政府了 凡是见过小学坊的狗 都吃过他的爸爸 别吃了 阿姐 小哈 小哈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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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小哈呢 能顺利的回到狗屋房间 没想到呢 他一个转身 撞坏了杀串 直接冲了出去 还想去看小马 我也是卑鄙五男 只能抱起了小哈 亲手把他送出去